过去这条巷道旁 其实话有停车阁 因为停放的车辆较多 加上巷道的狭载 容易让用路人有视线时轿 造成意外发生 对此三名区振兴里长 沈秀林收到许多诚情 在多次会看之后 就在巷道内增色禁止停车线 希望能够减少意外发生 所以有些民众的话 长期是在这个地方 包括有以车 易车的 那也有一些报废的车子 没有车牌的 也在这里占用汽车的停放处 早晚都有一些长辈 一些民众在乘运 以及有一些血统 在这里透过后门进出 那因为视线的视角 常常造成很多的插状跟碰撞 只好通定试通 举行联合的会刊 那在会刊的决议之下 就把这个地方完成 红色标线的画质 因为向到景陵社区住宅 因此停放的车辆较多 里长就表示 如今绘制红线 可能造成周边住户不变 但是为了保障用路人的安全 还是会陆续请车主移车 要请民众多注意 原则上我们是透过警方的一个联系系统 然后找到车主去做一个通报劝导 然后再就是说我们在每一辆停放车子的车窗玻璃上面 有放了一个宣导单 我们是宣导一个礼拜 那在一个礼拜借起之后的话 如果说你再不移除 那我们知道一道安条例的话 强制做罚单的开力 以及强制的一个脱掉了 向到过去也经常发生视线死角所造成的意外 里长希望透过绘制禁止停车线 以及周边住户共同配合 来维护民众行的安全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